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边想边说 我估摸着 车队只是个先遣队 等到初步情况搞定之后 还有大部队要来 这到底是什么呢 我拿着照片看了很久 左右颠倒着看 等到来回倒了几次 我突然觉得 这好像是一条船 你看看 这是不是一条船啊 嵌在河底的船 我问米勒 但心里又不确定 根据正常情况和我的经验 这种体积的船河底是待不住的 因为旱季的时候水位降低 如果真有这么大的船 早就被人发现了 我也说不清楚 米勒的目光有些迷离 低头想了半天 突然就抬头说 你走吧 你说什么 我顿时被这句突如其来的话给搞懵了 这事有点危险 我不想拖你一块下垂 米勒从兜里掏出一些钱 再给我说 我还得回去看看 你就不要跟着了 让你的工钱拿着 我觉得很奇怪 捏着手里的钱望向米勒 他这么好端端的要赶我走了 不过事情是明摆着的 我怀疑 米勒看到这些资料 尤其是那张照片的时候 可能已经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了 他不想让我知道这些 我肯定不甘心 钱虽然被我装进口袋里 但是还是不走 跟米勒磨蹭着 就在我们两个人磨磨叽叽的时候 我听到一阵很轻 但是又很奇怪的声音 叮叮当当 像是一串铃铛在随风作响 那声音很渺茫 显然是从非常远的地方飘过来的 听到这个 米勒也顾不上跟我抹嘴皮了 抽脚就跑 我跟着他一起跑 跑出一段路之后 我看出米勒还是朝那个河滩方向去的 我们一边跑还能听到那种铃铛般的声音 当时偷盗资料的时候 为了保险起见 所以我们俩逃出去很远 现在想回到河滩 就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到的 但是那阵若有若无的铃铛声 像是一道催命符 米勒晃着一身肥镖 跑得很快 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 那什么声音呢 你这么着急干嘛 河里的东西要出来了 米勒答了一句就不再说话 拼了命地跑 差不多两个小时的路 我们俩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就跑回去了 连两次折腾 我疲惫不堪 两头腿灌了牵阳的尘 当快要跑回河滩的时候 我一下子就呆住了 那支车队不管是不是先前队 但人数绝对不少 然而此时此刻 河滩竟然都是空的 一个人都不见了 那他娘的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的目光一转 立刻又呆住了 空荡荡的河滩没有一个人 河面上密密麻麻的浮尸也不见了 只有一片像是烧开锅的水花 全眼一般咕咚咕咚冒着 停在不远处的十几辆卡车驾驶位是空的 然而却像被一根看不见的绳子拖着 歪歪斜斜地朝河里跑 卡车椅子排开 已经有几辆车开进河里 我和弥勒赶过的时候 只剩下六七辆车 尽管驾驶室是空的 一个人都没有 但车子的喇叭却滴地响成一片 歪歪斜斜地继续滑向大河 人呐 这能到哪儿去了 弥勒指了指 还说不清楚 但是你看见没 河里的东西已经露头了 果然 被他这么一提醒 我真的就看见那些拳眼一般的咕咚乱冒的水花里 好像浮出了上翘的船头 船头上有一根七尺来高的杆子 杆子上仿佛挂着一串铃铛 真是条船啊 船头出现之后 整个船身也渐渐浮出了水面 我和弥勒偷到的资料离开的时候 得有三四个小时 不知道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老鱼那帮人怎么把这条船从水里给弄上来了 这时候 水下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发出一声闷响 水花似箭 强大的水波把浮出水面的一大半的船震得左右摇晃 随着这声响 大船上浮的速度更快 河滩让黑里子还有沙铺的尸体也无影无踪 但是我心里跟明镜似的 昨晚一场恶战 河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袭击老于他们 显然都是在守护这条船 那船里有什么东西 让这些腰里腰七的东西不要命般地守护着 很短时间内 那艘船完完全全地出现在河面 那是一艘很大的船 样子有点怪 没有船帆和围杆 四平八稳 船不知道在河里沉了多久 船身上蒙了一层泥沙 整条船死气沉沉的 估计是在水里沉了太久的缘故 江河湖海 什么东西在水里沉得久了 都会失去原有的气息 只有船头 那船几乎袖成一坨的灵档 还在隐隐地坐下 迷了盯着那条船 一会儿皱着眉头 一会儿捏着下巴 我突然就很怀疑 他知道这条船的底细 但是弥勒不承认 摇头说 我第一次见这条船 骗人的是王八 我们两个等了一会儿 河滩上最后一辆卡车 也慢慢地被水淹没了 弥勒左思右想 突然像下了很大决心似的 对我说 我得上去看看 说实话 我心里满满都是疑惑 老鱼那帮人 连同满河的浮尸都不见了 河面上只剩下一条 突然冒出来的船 说不危险 鬼都不信 但这却是唯一的机会 寻找古船秘密的机会 如果因为胆怯 而放弃这个机会 等到弥勒从船上回来 他会告诉我实话吗 这样想着 我就丢下心里别的念头 要跟弥勒一块儿到船上去 你确定要上去 啊 怎么了 弥勒看看我 平时挂在脸上 那副含吼的笑容 完全就看不到了 低头想了一下 对我说 走 河滩已经空了 我们不再防备谁 冲着就跑向河滩 弥勒捡起两根 用来搬运东西的撬杠 递给我一根 那条船很大 横跟在河心 河心的水 湍急而且浑浊 站在潜水里 不可能看到 下面有什么要命的东西 弥勒犹豫了一会儿 一咬牙 扑通的就进了水 这段距离 对于我来说 游过去是没什么难度的 我们一前一后游到船边 把这船帮子 就爬了上去 这条船的构造比较简单 甲板的一头 只有一个仓口 因为浸泡了太久 许多细节 已经看不清楚了 舱门大开着 我看到 舱门的两侧 歪歪斜斜地 丢了几个铁笼子 那种笼子非常结实 好像用来关什么东西 但是几个笼子的门 都打开了 笼子是空的 我觉得有人在捣乱 弥勒看着那些铁笼子 神色就不怎么自然 回头看着我说 这些铁笼子 刚被丢上来不久 笼子是用大拇指粗的铁条 焊接起来的 结实的要命 一看见笼子 我就忍不住干颤呢 这样的笼子 关进去一只老虎 也挣脱不出来 弥勒用鞘干 敲敲铁笼 顺势朝仓口 往里面看了看 这条大船 四方宽 夹板平 又那么高 船舱里的空间 肯定比较大 来吧老弟 弥勒费力地 踢开一只铁笼子 对我笑笑 说 咱们看看 喝里那些 下兵蟹将 到底是守着 什么东西的 船舱里 死一般的沉寂 弥勒逃出手电筒 在里面照了照 船舱里 隐隐绰绰的 有一些东西 大部分 是石头 掉桌出来的 很多是 单膝跪地的跪涌 在船舱里 站了一会儿 眼睛就适应 周围的环境 弥勒拿着手电筒 一个一个地照 照了一圈 我的心里 就觉得特别别扭 船舱里头 都是各种各样的人泳 高地不同 姿态各异 但是 所有人泳 面部表情 全都是一样的 他们 好像都在哭 这么多的人泳 哭丧着脸 看着就发毛 我对石头人泳 有些敏感 因为当时 被唐家沈子吓唬过 心里和强迫症一样 弥勒一边照 我一边暗中数着数 但是 人泳太多 又杂乱 数了几次 都数混了 我看着船舱的高度 估摸着 这样的船 如果合理利用空间的话 那么可能有三层 底层可以装一些东西 和压舱石 一层二层 起居活动 但是 古船古老的有些离谱 这条船究竟是做什么用的 现在 还真有些不好说 我有些迷糊 我里那些 什么惊惊怪怪的 到底是在守护这条船 还是守护船里的 某些东西呢 我和弥勒 完全沉浸在 黑暗和死寂之中 捏手捏脚慢慢走着 一边走 一边东张兴望 忠然间 一阵咯咯咯的声响 从前面传了过来 那声音不怎么大 猛然听上去 好像一只小鸡仔的叫唤 可是 再一听 我就感觉 后脊梁一阵冷 那声音 又好像是一个人的脖子 被卡住了 不能说话 但声带 仍然在震动 从喉咙里硬憋出的 咯咯咯的声响 我不由自主地 捏紧手里翘看 迷了手里手电筒 往前一晃 顿时前锋两个桂涌之间 突然就爬出一个人 那个人 双手爬着地面 露出半截身子 我听到他的指甲 在船板上 实际滑了着 那声音让人不寒而栗 这个人爬出来一半 仿佛就爬不动了 用力扒着船板 慢慢地朝这边转过头 是老鱼 我一下子带住了 那人好像是老鱼 他半张着嘴巴 满脸是血 那咯咯咯的声音 就是从他的嘴里 传出来的 您刚才听到的是 长篇恐怖悬疑小说 《黄河鬼尸》 喜欢本故事 别忘了在声音下面 打赏一下 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 请看《有声的紫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何 countries 视频现象没闻 西伍 期间的事 感激 订mouth 身边 接着